一说到南宋关窑的鉴赏,就不能不说龙泉窑 因此我们这次就是说南宋关窑的时候 顺便我就把龙泉窑的一些特点 作为和南宋关窑的对比 给朋友们就大概的介绍一下 因为龙泉窑本身它是一个庞大的窑戏 它从历史上的原流来讲 龙泉窑应该讲是咱们中国陶瓷史上最悠久的一个窑口 而且这个龙泉窑它本身也是一个广义的概念 它的庞大和历史悠久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按照现在已经考古发掘出土的实物 你比方说在德青那地方离杭州不远 德青窑出土的那个青瓷作品 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那个原始词 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生产的那个作品 在这个浙江就已经出现了 因此啊 它的这种青瓷的这种烧造传统和历史啊 是非常悠久的 那么龙泉窑本身呢 它在鼎盛的这个发展时期 就是它这个南宋时期啊 创烧了著名的那个幼色 就是那个粉青幼和那个梅子青 因此龙泉窑啊 它在这个历史上发展的最顶峰的时期啊 正好和南宋关窑 在同一个时期啊 并驾齐驱 但是龙泉窑的窑口本身呢 它没有列入这个宋代的五大名窑 它本身规模又很庞大 历史又很悠久 记忆也很精湛 并且呢 龙泉窑啊 它由于守着沿海地区啊 一直啊 是中国出口词 从宋代开始吧 就是一个这个商贸 集散的这么一个地区 也就是说大量的 这个龙泉窑的这个青瓷作品呢 出口到海外 基本上可以说 遍布古大洲 从那个非洲到欧洲 到亚洲 基本都能找到龙泉窑的足迹 1976年啊 在那个韩国周边啊 打捞的那个 就是宋代的那个瓷器的那个沉船呢 就在那个沉船当中 发现的15万件这个瓷器当中 9万件都是龙泉窑的作品 就可想而知 它在当时的这个生产规模的这种庞大 那么这种狭义的龙泉窑啊 一直到现在啊 也没有具体的就是说 到底哪个窑口啊 能把它确定为龙泉窑 现在所说的龙泉窑 它是指一个地区 一个窑戏 其实这种龙泉窑啊 基本上它在历史上啊 就是柔和了 就是古代月窑的那种风格 再加上从宋代以后 形成的这个龙泉地区 本身的那种风格 这些这个影响啊 互相交织在一起 那么它的规模大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按耿宝昌先生的那个说法啊 在1962年呢 浙江在龙泉地区修水库的时候啊 就是当时就是集中发掘了一批龙泉窑的窑址 就在那个当时修水库的那个地区啊 光在那一片地区就发现了260个窑口 啊62年 到后来做完保护性发掘之后呢 那地区就建水库了 你现在再想研究或进行这个进一步的探究啊 那就已经没可能了 啊 那么现在龙泉窑在它那个 你像那个龙泉地区那个周边的那一带啊 啊 就是发现的这个窑口啊 都得上百个 因此它从那个窑戏和历史上来讲啊 都是在咱们中国的致辞史上啊 独占凹头的一个地区啊 中国致辞的这几大这个窑戏啊 你像那个龙泉窑绝对算一个窑戏啊 从历史到规模 另外就是汝州地区啊 就是北方的青磁这个窑戏 再到最后后期的像景德镇这边啊 因此啊 像这个龙泉地区啊 它生产的这个作品呢 由于它在这个南宋时期啊 也是这个龙泉窑发展的鼎盛时期啊 因此它有很多的作品呢 你比如说龙泉窑的仿官窑作品啊 包括模仿南宋官窑的作品 它和南宋官窑作品同时产生 彼此呢 互相的借鉴影响 因此在流传下来的很多龙泉窑作品呢 现在基本在流通当中 好多就被认为是南宋官窑作品啊 我们说完它的特征以后啊 后来我给朋友们举一些拍卖和滚藏当中的例子 说明这问题 那么正是由于龙泉窑的这种规模 和它这个工艺上的这种高峰时期啊 和南宋官窑同时啊 因此辨别这两个窑口的东西啊 就到底哪个是龙泉窑 哪个是南宋官窑 就变得很重要 因为在这种区分上啊 从学术界来讲 一直就没有间断过 但是从这个收藏 也就是说 艺术品流通这个领域啊 基本上在这方面 混淆的这个范围也比较大 那么我们后面呢 可能会举一些例子 就说明了这个龙泉窑和官窑之间的 这种相互影响 以及相互这种替代的关系 那么啊 就是说到这个南宋官窑和龙泉窑之间的区别啊 我就把它列为四个方面啊 第一个方面啊 就是气形的区别 也就是说 南宋官窑和龙泉窑 在这个制作上 从外观上怎么判断 第二个呢 就是他们之间的这种开片的这种区别 在文片上 有哪些区别 第三个呢 就是它的这个胎这种区别 第四个就是右色上的区别 那么啊 我们现在啊 今天啊 就是先把它这个 就是气形上的这个区别啊 我给朋友们简单就说一下 因为龙泉窑啊 它在这个制作的精细程度上 它有一些产品 基本上和南宋官窑的那个作品呢 从气形的成型上 它那个技巧不相上下 但是呢 从两种作品本身的这个具体的气物比较来讲 它还是有差别 你比如说 就拿这个气形来讲啊 像南宋官窑啊 它的这个气形的制作呀 因为从历史上的记载上来说呀 就是南宋到了杭州之后啊 它制作的很多气物 都是参考宋辉宗制定的那个 宣和博古图上的那个气形 包括那青铜器的那个形质啊 包括把它作为理器性质的那种 历史的背景啊 就是南宋官窑啊 在制作的这个真正的官窑气形的时候啊 它的很多的讲究啊 就是包括它在气形上那些细节呀 是其他所有的这些那个仿品 包括它同时来的仿品都不具备的 咱们就拿它那个气形啊 咱就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一个例子啊 你比如说呀 你像那个南宋官窑的那个作品 尤其是仿铜器的作品 就从它那个气足的那个处理上看 它就有明显的自己的特征 南宋官窑啊 它那个正式的官窑窑口的那个东西啊 就是它那个尤其是仿青铜器 你像那冠尔屏啊 玄文屏啊 包括那个直径屏啊 这类的器具啊 它底下那个气足啊 它基本都是仿制那个青铜器的那种形质 因为大家都知道 青铜器和瓷器比起来 就是铜肯定是比较薄的 它不可能像瓷这么厚 而南宋官窑啊 它那个正式窑口出的东西啊 一个是它那个形状 它不管多大的器件 它基本都有那种撇足的那种特点 这种撇足的特征啊 继承自乳窑 就是乳窑作品当中 最典型的 你像那个 就像那儿乳窑喜 包括冠尔屏啊 这个包括那种八方的玄文屏 你看那儿乳窑气形 都有那种撇足的那种特征 而南宋官窑啊 它这个器足的撇足啊 比乳窑更进一步 也就是说南宋官窑的那个撇足 就是它的胎体更薄啊 撇的那个角度啊 就是在那个深度 包括那个厚度啊 都超过乳窑 也就是说它一般南宋官窑的那个器足啊 一个是它那个器足比较薄啊 胎薄啊 你比如说那胎啊 可能也就是一毫米多厚 那黑胎 然后就是器足深啊 器足啊 明显的比那个乳窑的那个器足还要深 因此这种特点呢 就造成南宋官窑的这种器足的处理啊 在工艺上 在当时的工艺上 难度比较大 因此像南宋官窑啊 它在那个电烧这些器物的时候 它除了这种用这个胎啊 直接落在那个电饼上以外啊 它还有那种支钉和电饼同时啊 进行那个撞烧的那种工艺 也就是说支电烧啊 连电在支 也就是说拿支钉啊 分散这个气体的这种重量啊 它那种做法啊 应该是担心啊 它那个就是那个胎体太薄的话 尤其是那种啊 大件的器物啊 底足外偏 然后胎又特别薄啊 担心它这个就是 在没有烧成以前呢 在素胎阶段 它在那个承重的那种情况 因此它比乳窑啊 要多了一种电支烧啊 乳窑就是电烧和支烧啊 而南宋官窑处理这些器物 它采用电支烧 也就是说 在那个圈足外面 给它垫上那种电圈 然后在那个弃足内啊 再给它加上支钉啊 这样的话呢 帮助它啊 就是分散这个底部的这个重量 因此你像 从现在台北故宫 和咱们北京故宫啊 现存的那南宋官窑作品看 你比如说台北故宫那件著名的啊 就是这个南宋官窑的灌尔亭 你看它那个器足 就典型的这种特征 一个是卖片 一个是气底 你看它那器足啊 就是非常薄啊 这个后我给朋友们演示 像这种南宋官窑的器足 基本上啊 像台北故宫的这种作品 也就一毫米多一点 不会超过两毫米啊 那在这个问题上啊 龙山窑的这个做法 显然和南宋官窑啊 这种这个器足的这种工艺啊 有很大的区别啊 这个我估计也是跟它的这个人力 和这个成本控制有关系 因为南宋官窑这种撇足 肯定是后加的 也就是说先把器身做出来 后再接这个器足 这一项应该讲 工艺难度很大 你想那器足就是一毫米 这么薄的一个小泥片 对吧 你把它做成那种外撇 仿青铜器那种形式 把它粘在那个器身上 然后再塑烧 再上用 得经过四次的这种烧制啊 最后才能成形 你想它那一毫米的器足 得经过四次的这个入窑的烧制 它最后才能成形 这个工艺难度很大 而这个龙泉窑的作品呢 你比方说台北故宫啊 它收藏有一件 这个就是龙泉窑啊 和那个南宋官窑同样的那个冠儿瓶 像龙泉窑呢 它对这个器足的处理啊 它分两种情况 它大多数情况下 它采用那种后开直足的那种 就是那种处理的这个器底的那个方式 它也有的呢 采用撇足的那个方式 你比方说 像那个台北故宫啊 就是收藏的那个南宋龙泉窑的那种冠儿瓶啊 它器形上和那个就是官窑的冠儿瓶啊 非常接近 它那器足也外偏 器形上接近那个南宋官窑 但是你看它那器足的厚度 就是那胎的厚度 那远远厚于那个南宋官窑的那个胎的厚度 起码得在那个南宋官窑的那个厚度啊 得加上两三倍的那样子 也就是说它的那个冠犬窑啊 同样的器形 像这种冠儿瓶的那个胎啊 就是在器足的这个处理上 它比这个南宋官窑的这个器足的处理 胎要厚 另外呢 就是相同的器形啊 很多南宋官窑的 你比如说它使用那种撇足的 胞胎啊 身足 然后外撇的这种处理方式的 冠犬窑基本就是采用了直足厚胎的方式 那我估计 它的民窑也是为了降低成本吧 在这个美观 仿清通气的那个逼真度上 它最后可能追求更多的是那个 就是它的这种那个成品率 你不然的话 你像南宋官窑这种做法 那可能 那成品率可能肯定要比这个农犬窑那种 后台的做法要低得多 所以像这种特点呢 你比如说像咱们北京故宫收藏的 你像那个农犬窑的 玄伦谈口瓶 你看它那个底足 都是采用那种直足 后台的那做法 包括台北故宫的作品 包括咱们北京故宫的 其他的农犬窑的作品 都采用那种直足 而南宋官窑啊 它的那个器足 你看从北京故宫收藏的作品 你比如说咱们北京故宫收藏的那件 那个清幼的南宋官窑的那件 这个古富平啊 你看他那件作品的器足和台北过宫一样 都是稍微的有点外瞥 然后薄胎 黑胎 厚幼 这种特点 那么这个特征啊 基本上就是我个人理解啊 就通过这种器足的这个比调 可以在市场上当中啊 分辨出大部分的这个农犬窑和官窑的这种作品啊 咱们今天啊 我就把它这个器行了 这个这个胎足的特征 我给朋友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啊